我們剛是用動畫 數學式就可以變成這樣 10000用T1發生 因為T1會發生 依照這個位置 T1會發生 對 變成01010 接下來可能還會有其他的狀態發生 或者說他可能開始有 這種可能的 我們可以有 例如說T2、T3、T4 這幾個成績學 他就開始狀態會不一樣 好,那什麼是Sequence 這個系統 他跑了一段時間以後 會進到你的狀態 好,那 你 什麼東西會讓他進到現在的狀態呢 那你就可以用什麼來表示 用初時的狀態 再加上一個 Tonation Sequence 好,例如說 你的系統 原本是這樣 好,那我經過T1、T2、T3 會跑到什麼樣的狀態 好 那就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講說 那系統 經過什麼步驟 大直的狀態 好 這是我們說到Sequence 好 好 好 那Transition 怎麼樣才可以發生 好 這邊就有一些規則 我們剛剛其實 這是比較數學的規則 好 數學 然後基本上 就是 就是 你就看到Input 那個進來的Input 那個 ARC 標了多少個 Token 那在那個Place 需要多少個Token 有足夠Token 那就可以發生了 就可以發生了 好 那發生以後呢 它就會 根據那個線 然後 Git Token 給到下一個Place 如果那個線 的位子 是2 它就會有2個 位子是3 它就只有3個 每一個都要丟 就是這個Token Token 好 那Token Token 的假設 它怎麼樣呢 就是它發生的時候 沒有什麼固定的時間發生 就是它只有羅子上的時間 然後如果說很多選擇的時候呢 很多選擇的時候 那是 任何一個Token 好 那全系列發生 不會有中間的狀態 它一定會是 從這個狀態 馬上轉移到 另外一個狀態 不會有中間的狀態 例如說這兩個Token 不見了 然後這個什麼 全系列發掉 沒有這個狀態 它就是 譬如說 我的Input 原本是兩個Token 然後不 會跑到3個Place 那全系列發生 馬上就做狀態 這一個例子 就是Arc位的意義 所以 以這個例子來講 假如說 我這個狀態是3面 然後我的Arc Input 是什麼呢 是2 Output是3 然後它狀態轉移 會怎麼樣呢 下一個步驟 就是 這個3 會解決2 吃掉兩個狀態 所以它會丟兩個過來 就是丟兩個 它吃掉兩個 它要吐三個出來 所以它會丟三個 那裡 所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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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Net 不只是可以表達多個Activity 這個行為 它可以表達什麼 資源的控制 或者是控制 或者說 誒你做一做 你可以做一些東西 或者做一些這個resource 或怎樣 它可以去模擬更多的東西 不只是Activity 好 那明天再講好了 太多東西對各位同學的吸收費 今天希望各位同學至少打一些概念自己 好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我們今天一樣 一點